您好,这里是张宁视野 武汉人汹涌上街 由武汉网友传出的消息表明 汉政洁已经集聚了上万人 此外呢,在武汉的洪山区、江夏区和南湖 也都有民众大量的涌上街头游行示威 武汉是这一波泛滥全球的武汉肺炎的首发地 应该说武汉人民是第一波受害者 而且武汉经历了多次的封城 武汉人始终也都是最严重的受害者 所以武汉人内心的愤怒可想而知 在听到乌鲁木齐人抗议的消息 在听到上海人抗议的消息之后 武汉人终于按捺不住了 武汉呢,也是人口有一千多万 可能多达,加上各种各样附近的居民 他们实际上在武汉都买了房子 可能人口多达一千五百万 最少呢,也有正常情况下呢,也有一千二百万 所以说呢,武汉人走上街头呢,意义重大 因为武汉呢,是中国的地理中心 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口大部分都处在武汉的南部 或者西部,或者东部 所以武汉呢,号称是九省通区 四通八达 所以呢,武汉人如果有大量的上街游行的话 那基本上就意味着呢,中国呢,整个都要动起来 所以呢,武汉是一个标杆 值得大家密切的注意 此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城市 那就是成都人出动了 成都的望平街呢,现在到处都是民众 而且民众起来,在那高喊 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这跟上海的口号不一样 上海最激动人形的口号是 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 而这个成都的民众呢 似乎更理性,更深刻 他们要求言论自由 因为言论自由呢 是一个人自由的基本这个标志 如果一个人连言论自由的话 那么严格意义上他不算是一个人 因为我们知道牛马都可以自由的叫两嗓子 人为什么不能说话呢 只要他不对其他人构成威胁 只要他不去侮辱别人 那么他应该有权表达自己的思想 表达自己的观点 民众高喊新闻自由更是重要 因为中共长期能封锁新闻通道 就像这个对待老百姓呢 就像这个 总想把老百姓呢 蒙住眼睛捂上耳朵 让老百姓像墨房里的驴子一样 啥都不知道 只知道在这低着头推磨 所以说新闻自由呢 也是基本人权之一 因为你只有新闻自由 人们才能得到知识 人们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 才不至于变成牲口 所以说呢 成都人这一次喊出这样的口号呢 是意义重大 而且呢成都还有民众手举白指 高喊不自由勿宁使 不自由勿宁使这个口号 在中国从五四运动 从1919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在国人的心中 云良了一百零二零三年了 但是呢 始终呢都没有兑现 就是说呢 真正的愿意 宁愿为自由而死的中国人还是太少 不过呢 成都还有一个口号呢 非常响亮 那就是动态清零 臭你妈 这个口号非常重要 因为过去三年来危害中国人民的主要就是动态清零 这个习近平预定的这个政策 这个政策呢 可以说呢 把中国人害惨了 现在的14亿中国人 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人 宣后都藏过这个动态清零的铁拳 因为呢 他把你限制在家里 把你像囚徒一样 你缺这个得不到 缺那得不到 可以这么说呢 居民受尽了苦难 缺衣少药 缺吃少穿 另外呢 上海乌鲁木齐路的抗议 仍然在持续 但是呢 上海警察呢 已经疯狂的抓人 可能正是这个共产党下台和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刺激了上海军警 刺激了上海党委 上海市委和市政府 所以说呢 现在呢 上海开始动手抓人了 据说呢 在安福路与乌鲁木齐中路的这个路口上 已经这个路口已经被警察封锁了两个小时 现在是只准出不准进 里面呢 则围满了警察 估计呢 这是警察呢 就是想等人更少的时候呢 想要抓得更多 而且呢 还有一个视频显示上海警察在大巴车里殴打被捕的人 这是非常恶劣的行为 更清楚的视频显示呢 那个警察在盘问一个被捕者 要求他打开手机 看看他的视频 那个被捕者拒绝打开 于是呢 就遭到了连串的殴打 中共的警察呢 一般来说呢 都是一些非常愚蠢愚昧的动物 就说呢 他们只知道服从命令 然后呢 利用这个职权的想方扫法 捞点油垂 这就是他们的人生 他们的人生呢 就跟猎狗一样 是非常凶恶的 这个上海的抗议活动呢 不会因为这么一些逮捕就会停止 而会继续持续下去 因为上海人呢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可以说是受尽苦难 过去几年里日子过得也非常凄惨 此外呢 在山西太原 民众也集聚起来在街头演讲 尤其是一位女子 他诉说了动态清零给民众造成的种种苦难 周围的尽是喝彩山 旁边虽然站了很多的武警保安 但是呢 他们没有敢抓捕这名女子 太原呢 也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太原的这个抗争呢 将会集起山西的这个抗争 虽然说呢 这个北方的抗争力量 不如南方强 但是呢 北方的省会一般 只要动起来 其他的城市呢 也会纷纷响应 你看 跟陕西 隔铃静的陕西 西安 交大的学生呢 也开始在校园聚会 而且他们的口号呢 是要自由 此外呢 西安的美术学院呢 昨天就开始集会抗议 就连这个安徽的合肥 安徽大学的学生呢 也已经集聚到金寨路路口 目前呢 学校领导带着一大帮老师呢 试图堵住学生 但是呢 学生拒绝返回宿舍 他们要求解分 中国呢 从各种方面来看呢 已经进入了一个这个动荡的前夜 中国现在的这个情况呢 有点像伊朗这个三个月前 一个女子阿玛尼 就是因为头巾戴的不符合 这个秘密警察的要求 而被活活打死 激起了西 那个伊朗人民的怒火 伊朗人一直在抗争 而且呢 从各方面来看呢 伊朗人民将会赢得这场抗争 现在呢 要知道中国呢 可以这么说 十几亿人都是受害者 其实中国现在的情况 已经非常危机了 表面上呢 中国呢 经济的GDP呢 似乎没有下降多少 甚至中国的出口呢 还能够维持 甚至还能够增长 但是呢 中国的内需 基本上是完蛋了 要知道内需呢 毕竟占着中国 这个工商业产值的 一半以上三分之二左右 而内需呢 至少垮掉了一半 实际上这意味着 中国经济已经下降了三分之一 只不过呢 是统计数字呢 全部都是假冒伪劣的 谁也看不到 因为中国的统计数字呢 都是中南海发命令 然后层层分解 然后呢 再填写 然后再倒 倒回去 倒到中南海 然后呢 再有中共的媒体 向外界公布 你想想 正常情况下 中国都有三亿到五亿人 被禁闭 他们不能工作 不能正常的做生意 不能挣钱 而农民工呢 更是三分之二呢 都已经被迫返乡 中国经济还哪来什么动力呢 除了中共力保的 创汇产业以外 你比如说 中共在这一点上 是抓得很死的 比如说富士康这个抗争 工人走了 中共政府居然帮助 富士康从全国各地 调集了十万民工去打工 由此可见 中共扶持或者帮助 那些出口企业的力度 但是光靠出口企业是不行的 几亿人失业 十几亿人受尽苦难 而且每个人都 就是说呢 都生活在痛苦之中 最终呢 会积累起一股反抗的洪流 所以现在中国发生的呢 就是这种反抗 就是这种忍无可忍的爆发